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就问这一题 从家里到车站的距离是900公尺 在地图上的距离刚好是30公尺 这张比例词到底是多少 同学你这个地方是写对 我在做计算的时候 我会希望是这样子 你这个900公尺会等于 再补两个零 会这样子公分 那么我们在做比例词的意思 它是说这个94个零 对于30公分 这是30这是已经转成公分了 这样子我们把它做一个约分 做完约分之后呢 这cm也可以约分 这个就是比例词 你要先把这个900公尺把它画成公分 多两个零 再约掉三 约掉三之后呢 会是三 后面是这样子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一公分 比上3000公分 那么这3000公分会等于几公尺 因为它比例词这上面是写公尺 3000公分会等于30公尺 所以呢 意思是说这样子一公分对30公尺 也就是说这里是写30没有错 这里写60 一个格子是30公尺 两个格子是60公尺 那你这180写错了 你要写90 要写90公尺 你会错的原因是这个地方写错 这个地方都还是对 但是我个人觉得 你这样子写四子 就不太理想 你在写四子的时候 还是要按照这样子写 比较理想 你这样子写四子